大家好,我是小徐 现在我抱着这只狗狗 是因为今天傍晚的时候 有的人丢在我们家里找了一只狗狗 这是一只病狗 它被皮肤下面掉出很大一坨肉 然后问了医生 医生让我们自己塞 但是我塞半天塞不回去 而且狗狗疼了啊,叫 就是没办法自己搞 而且它还是一只小狗 身上还严重的那样乳腥嘛 大家看一下它身上呢 耳朵上面 还有脸上面 肚子下面 还有就是屁股 屁股下面掉下肚子 特别大一坨肉 所以自己在家里是没办法治疗的 塞不回去,我要准备就是 把它带到医院,让医生给它处理一下 因为听到它那惨叫 心里面说什么,真的是听不下去 这样丢过来了 我也把它捡回来了,就把它送到医院吧 如果当时不解的话 也就什么都不说了 这样解回来了,就把它给到医院 现在准备出发 现在是凌晨12点半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到达医院了 然后医生就准备了 询问一下,给它解采一下 这种皮肤病其实老也正了 或者说是后面掉回来了 身上的皮肤病也挺严重 耳朵后面都有血 你看 肉都腐蚀掉了 皮肤病严重 当时耳朵腐蚀了 这耳朵也是 但这耳朵恢复了一点 屁股弹了,来的时候都不敢做 一看他屁股 来的时候屁股弹了一直不敢做 现在敢做了 我给它是一只小狗 年龄不是很大 这是他 等一下医生会给他检查一下 他再回去的话可能还会出来 所以他就在医院住一段时间 就观察一下 如果到时候还要出来的话 只要是给他做手术 然后给他固定住 出来的这个地方 红起来 这边的 你别咬我 因为他掉出来的太多了 浮肿了 所以不好塞进去 塞不进去是不是就是做手术 对 塞进去的话 其实最好的话 也是需要 可以开始出风口 固定几天之后 塞了 不过延续 我用的药不进去 好塞一点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 过来 进去 过来过来不疼 过来不疼 这边呢 这边呢 现在 现在就是暂时给他塞个血河医生 但是他一会儿可能还会掉出来 因为塞了两三次 都会自己脱落出来 所以必须给他做个手术 可能今天晚上 他上个洗手机 有可能放屁 就一个屁给他奔出来 所以的话他就留在医院里面观察 就是让我们提安医生过来 要给他做个手术 缝合一下 缝合起来 如果不掉出来的话 就没事 如果缝合出 好了之后 把它掉出来的话 可能就要给他做手术 固定起来 就是以后年龄还小 是一只鸣狗 然后就是放在医院之后 咱们也放心一点 这个以后我就回去了